当事人朱女士和吴先生 欢迎二位 二位来到金牌调节的现场 希望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在近期 莫名其妙被 现在的老公 起诉要离婚了 来得很突然 想再通过金牌调节 知道些我到底什么原因做错了 就是她产生这种问题 一点前妻的先兆都没有吗 没有 离婚二字在我的脑海当中 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我和莫名其妙 我想得到一个答案 不管是分合 我就想得到一个答案 错有错在哪 我看我能不能改 如果能改就合 18年的感情 不能说放就放的 吴先生 你的诉求是什么 离婚 我到80岁还要离婚 因为我现在一个男人 没有尊严 没有发言权 在家里我死 不是一个男人 一个用人都不死 我太伤心了 我的心都碎掉了 我心很痛感 知道吗 吴先生斩钉截铁 要离婚的态度 打了朱女士个措手不及 在他看来 夫妻俩在这18年的婚姻中 感情一直都很好 他们此前都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遇见彼此后 都十分珍惜对方 他们当初在一起时 一无所有 白手起家 朱女士能力强 在外打理生意 而吴先生 则是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开始无微不至地 照顾着妻子的生活 做起了妻子的闲内住 不管打哪里去 都是我牵着她 每个月拍头中 病的都是我在她身边按摩 朱女士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是 这样一个温柔细心的好丈夫 怎么就在不久之前 突然的就提出了离婚 5月22号 我妈妈身体不太好 回娘家的时候 叫她去 她没去 我就跟我舅舅回了娘家 就那一天 她就莫名其妙地 把她所有的东西 甚至我们夫妻之间 盖的我最喜欢的乳胶被子 枕头都拿走了 她的经营首饰也拿走了 天大了 我不知道哪里做错 因为在头一天 她跟我舅舅还在 一个饭桌上 她在家里做饭 还喝了酒 笑笑闹闹的 离走之前 都还是打了招呼的 我想离开这个家 我想放手 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再待在那里的话 我会死在那里 因为我的心痛脚痛 那一天21号 她舅舅来了 我买菜收饭 每天都是这样买菜收饭 上海人喜欢吃糖的 里面要放点糖 自己有糖尿病的人 是吧 我跟他们一样吃 我自己搞一个小菜 另外一搞一个菜 我都没搞 她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我一做个菜 一起给你 就做个菜 就是做好吃的东西 一起给你搞砸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尝都没尝 你怎么知道我弄得不好吃呢 哎呀我好痛 这里好痛 我告诉他 你听见你父亲说话吗 他回答我 你看我知道你会生气 我知道你会生气 他就这样回答我两句 我心里好痛 你叫一般的人 这些菜全部扔掉 宣调 你父亲不能这样伤害我 你知道吗 没有把我们当成家人 他误会了 是这样的 因为舅舅在上海 带了一个黄上干 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南昌是没有的 然后他就抢的要去做 跟舅舅说不用 我来教你一次 他就有点不乐意了 就在里面做 然后爸爸呢 在外面就直接进来 对对对对 就让舅舅做 万一你这次第一次做 不要浪费掉了 没有说他做的不好 那个时候他还没开始做 我马上就把爸爸推出去以后 我说爸爸你先去看一下妈妈 然后我把厨房门一关 我就跟 我说老公 我说你生气了 你误会了 你问他我是不是这样说的 我说爸爸不是说你做掉了 是说不要浪费了 我们第一次做 我都很细声细气的 关的门跟他说的 我一个大男人 人家说什么话 我都听不懂吗 他父亲那样说话 我都听不懂吗 你觉得你的 我原话 我是原话 我没有漏掉一个字 也没有掺一个字 我发誓 那你觉得你的妻子的态度 他就回答我 你又生气了 你又生气了 所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你过不去了 过不去 就因为朱女士父亲一句不轻不重的话 吴先生一气之下收拾家当搬离了家中 朱女士想不明白 仅仅因为这样一件小事 丈夫就如此坚决地要离婚 无法接受和丈夫分离的她 正准备找个时机 和丈夫解释清楚 消除误会 而朱女士的舅舅 也试图给两人劝个假 可没想到 这假却是越劝越凶 舅舅跟他打电话 问他 小红错他哪儿 有什么原因 你们怎么莫名其妙 难道我舅舅从 山海南 是在你这儿吃住了 打捞你了 他说不是 然后就说 你不懂 我不想跟你说这么多 就直接挂了我舅舅电话 然后舅舅第二个电话打过去 他就没接了 打他几次电话不接 舅舅就说 不接好 他接了 他自己搬走了 叫我就直接换门锁 我说不要吧 我就做那哭 我就说 如果你不换 你就不尊重我 后来我做的那 静静想 为了满足舅舅的一个心思 78岁了 人家大老远来 尊重是最为重要 我说行吧 因为我想了一下 换掉 当他的面 卸掉也没关系 指纹锁随时可以录制的 如果说 他第二天回来打电话 我立马会跟他陪你道歉 叫他直接录掉指纹就行了 这个家门 我永远不会进 我发过誓 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吗 因为他肯定 跟舅舅说过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怎么样 怎么样 一事无成 没有用的男人 这个男人不是男人 人家才会说 把这个门 翻了 每个人都会这样 他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了 他说你把主人所换了 证明他已经回了家了 你回来了 就证明你还有这种回来的余地吗 那我们之间 刚好接这个机会 大家 我也曾经邀约过 第三天的时候 就是约了 你约过吗 你不是约了中午12点吗 然后你又说晚上 他不是想要跟你 好好的去缓和一下吗 那是缓和吗 几次他都不理我 然后在别人那样 经常诽谤我 所以我实在 接受不了这种打击了 我很冤 你知道吗 结果我能够站不住了 是别人扶着我回去的 我的死的心都有 他站在那看我 他觉得特别好笑 他很好很好 真的对我好 邻居马上就跟我打电话 他说这样的男人你还要吗 我很痛 我很痛 这没有摔当 我也没有看 我就坐在那里 他也站在那里 没有摔当 就是拐了一下 你当时你的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想早点回家 我叫那个邻居 早点叫他回家 所以就没有办法谈了 没办法谈 我叫他回家